菲律長和我們的港師彭浩真美時 繼續討論初一王國發生的事件 和說說新界東普選的事件 很高興和大家一起可以聊聊天 我們現在不如說說什麼叫邪惡暴動 政府是不是說那些暴徒是很邪惡 泛徐麗泰說那些人蒙著臉 為何有膽做不敢承認 是不是勇敢呢 他問市民這樣蒙著臉是否勇敢呢 我正正是想說他蒙著臉 為何呢因為他怕政府會搜他 搜他家去他家查他 然後拉他鎖他甚至打他 用黑鏡打他所以才要蒙著臉 但是他在這麼大的壓力之下 他仍然堅持他想做他的抗爭 這樣在壓力之下 強暴面前之後他都不怕 蒙著臉都繼續去做 才表現到他的勇敢 因此就是由於他蒙著臉 正正表現到他的勇敢 建議不為無勇也 為何這個泛徐麗泰連一些普通的常識都不懂呢 他有沒有讀一下中國文學 中國的傳統文化呢 因為他只會打開臉 笑臉形人的去拿大紫荊勳章 就是很光榮很勇敢呢 還有中國 如果你真是讀懂中國的智慧 這幫人不會這樣 整幫垃圾官員 因為中國呢 以前 中秋善國時代都說文本 還有呢 孟子所說 就是呢 人民意有一個洪水 你只可以疏道 你不可以去折留 現在梁振英就是在折留 有些不行就去折留 最後就是山紅暴發 不是搞到這樣 還有還有問題 暴力 其實這個政府 根本現在這個不公平的制度 是一個很暴力 官商勾結這些都是無形的暴力 還有雨傘運動之後 有一個問題是 這個政府就不需要拿來衰 雨傘運動就是和平理性非暴力 和理非 我們說不說非粗口呢 和理非 那些夠了不暴力 又沒打又沒成 真的打了很多人 你不回應的訴求 現在雨傘運動那些都不見了 現在這班 所謂這些 比較 是 比較銳進式的 本土派 這樣就出來 這些暴徒就是政府訓練出來的 對 就是激化了 就是那種叫激化 那你梁振英這些傻子 對 我們要買些水炮 這些是政治事件來的 你以散運動那裡已經很荒謬 一個政治事件 你不是用政治的去處理的 不是回應市民的訴求 而是用一種好像對付黑社會這樣的方式去處理 政治事件 由行政的去處理 這些就是本末 導致顛倒 非常顛倒 非常荒唐的做法 即使他是暴力 暴力 但是他都不是屬於邪惡 政府就是邪惡了 為什麼政府就是邪惡 他用了很多暴力的手段 壓迫市民 壓迫完市民之後 然後就反為止市民用暴力 然後他就高床暖枕 一點都不悔蓋 一點都不思考 不反省 為什麼會出現民間這個暴力 民間為什麼會不安靜呢 就是政府造成 這個是政府應該思考 他不但不思考反省 反為 還在那裡很可愛樣樣樣 打了多少人 抓了多少人 抓了多少人 做了很多事情 即如 在文革那時候 那些官員 他逼了很多資產階級 跳樓 然後他就去問那些熟客 今天有多少人 飛下來 即是說有多少人跳樓 哦 這樣 他們覺得這樣做 令到人跳樓 很開心 為什麼 因為死了那些資本家 他又完成了一些 推進了社會主義革命的一步 因為殺了那些資本家 殺了那些階級敵人 於是他很高興地去登記 有多少人自殺 有多少人被殺 有多少人死了 然後他高床暖枕 很和 很和諧地睡覺 這一個 才是 邪惡 但是他們是合法的 合法的 暴力 而且是很愉快地去做 這個不是邪惡嗎 因為 怎麼為邪惡 邪惡就是善惡不分 只是破壞 如果我們知道哪些是惡 我們都不是屬於邪 但是 做了惡事 仍然說是善 舉個例 因為 最近我看了一篇 一個 那個YouTube 就是孔慶東的學者 他說 千古聖節 因為 要紀念 千古聖節 就是提出了在毛澤東 毛澤東 是千古聖節 那我就想問一下 千古罪人 哈哈哈 孔慶東上次說 那個什麼 說香港人有狗的 那個所謂的 就是那個流氓學者 如果我們在那裡 說孔子 然後 他說毛澤東 跟孔子並列 甚至比孔子更厲害 因為 因為儒家 就說要寫生取義 那倒是 毛澤東 令到很多人 都寫生取義 千千萬萬人 寫生取義 然後 就殺了很多 那些資產階級 那些資產階級 又寫生取義 就為了美好的 共產主義的來臨 很多人都寫生取義 那他就實現了儒家 滿街都是聖人 說這麼多人寫生取義 還不是滿街都是聖人 要亂說廿四 所以 毛澤東是最大的聖人 真的 而且是造反有利 孟子都說 民諸一夫 那些資產階級 犯了這麼多 就殺了資產階級 那我又想想 我又問一下 那毛澤東是聖人 那跟孔子並排 那蔣家錫又說自己是儒家 蔣家錫也是說自己是儒家 他是尊敬儒家 他是希望自己成為儒家的分子 蔣家錫是曾國凡的偶像 最主要是曾文政公家書 他一方面信仰基督教 然後另外一方面很信服儒家 他不時都反省自己的行為 他的日記去了美國那裏 去了美國那裏研究 原來他很多人對於蔣家錫是誤解的 而且對於蔣家錫是抹黑 其實蔣家錫不是我們一般理解的 那麼差勁 他可以在 譬如說八年抗戰 中國當時是一個落後的國家 但是他對抗的是日本 日本是先進國家 他都可以用了八年 用了他的敵系部隊去對付日本仔 然後差不多死傷 沒有了他的部隊 但是他竟然被人說他抗戰不力 那麼他為什麼會抗戰不力呢 依他所講 他不是抗戰不力 而是他知道他的力量還未能夠對付日本 他想養精畜蕊 然後訓練好軍隊 然後再對抗日本 這樣就有把握 結果很多人宣傳說他不肯去對抗日本仔 要去對抗共產黨 結果他要去跟日本仔打 尤其是張學良 張學良出賣了蔣介石 改變了整個局勢 當時蔣介石是正在贏的 共產黨是正在輸的 就是由於張學良的一個出賣行為 就轉換了整個局勢 共產黨很狡猾的 那些宣傳很厲害 張學良那些 他頭腦很簡單 就說一致抗日 因為他被人打到便快滅亡 所謂一致抗日 結果在抗日期間 蔣介石的軍隊 他做了越來越少 死傷大部分 而共產黨就越來越多 十萬變成百萬大軍 結果一完仗之後 共產黨就出來打來戰 即是說共產黨在八年裡 是休息了八年 養精畜銳 而國民黨在那八年 是對付日本 是用盡他的精力 然後完結之後 共產黨冷手 撿一隻熱尖堆 就打敗了國民黨 然後說國民黨無臨 其實對蔣介石是很不公道 因為他是背負了一個很大的任命 做了很多為國為民的事 但是落得一個被人輕視 雖然他是失敗 但是這個失敗 是一些市民的無知 為什麼呢? 因為當時很多人擁護共產黨 那些人喜歡共產黨 多於喜歡民主 這個就是歷史 其實有概觀論定的 蔣介石和毛澤東的比較 就是你看 如果歷史上沒有了蔣介石 就沒有了台灣的奇蹟 即是移想時代 雖然都是村仔 但是他本身 又做一些叫做中國文化復興運動 雖然是有政治目的的 但是整理了很多國故 就是保留了中國文化 都沒有斷到 就是這麼說 雖然不是那麼純 當然是有政治目的 那麼現在呢 就是台灣你看 就是因為走過孫中山的第三民主 而現在台灣就有民主 就是這麼說 現在大陸還沒有民主 你看 還有是49年搞的 至少蔣介石 標出了一個民主的方向 現在他已經是大公了 就是他已經 就是以前蔣介石時代 都沒有民主的 那些都是假民主 不過就是 因為 那個問題就是 由他兒子蔣經國什麼 就是 實行那個所謂民權主義 所謂全民政治 他最好 蔣經國最大的公職是 萬年肯放權 就是民進黨 祖黨 他沒有去鎮壓 當時他還守執軍權 他隨時可以鎮壓 但是他沒有去鎮壓 他就看到 他說 人在變 事物在變 時代在變 有他 就這麼說 現在所謂有政黨輪替 就是他有大量搬運 是的 同一個政權 看到時勢 都是49年 到現在搞 一個就有民主 一個就沒有民主 就看到 那個政權的本質 其實是怎樣 就是這麼說 而且民主才是真正的 副國強 就是令到國家 副強的一個形式 如果你專制獨裁 永遠都是由幾個人把持 你根本其他市民是 沒有辦法去發揮到他的積極性 始終都是落後 那你如果跟世界相比的時候 你始終都是落後於全世界 你自己 你實行現代化 但是你不實行民主 只是自欺欺人 根本 因為你沒有民主 就發揮不到市民的 全民的積極性 就好像現在大陸這樣 就是整個國家的財富 全部都假通通 掌握在那十幾個 就是十幾二十個家族手上 就是說 就是掌握在100% 就是100% 掌握在10%的人的手上 就是變成這樣 變成一種 所謂一種黨國資本主義 就是一種的財富不均 最近又有什麼呢 就是說人民幣貶值 加上現在索羅斯又追擊人民幣 現在大部分的資金全部很多外途 就是這樣說 最近也聽了一個YouTube 是說一個 台大哲學系的 碩士生季節所說的論文 他說要還蔣介石一個公道 因為其實蔣介石可以是一個民族英雄 他是立了很多公 但是他的形象是受到抹黑和貶低 就是他的功勞和聲譽是不得相應 譬如他說 有很多是 為什麼呢 是共產黨的造謠 那個造謠 所謂造謠也不是全造謠 是根據一些半假半真的事實去 去誇大或者減少 譬如說蔣介石抗日不力 肯定不是 但是很多人都以為是 那你又說蔣介石的能力不夠 被打敗 但是其實蔣介石的能力不是不夠 只是當年美國是 是停止武器給蔣介石 而毛澤東在俄國那裏 蘇聯那裏拿到很多武器 根本就是 而且他在八年抗戰裏面 是積蓄了很大的力量 然後一舉推倒了蔣介石 其實是可以歸咎於一些知識分子的無知 例如以張學蘭為代表 他們時時都要蔣介石去打仗 但是打仗 所以學蘭都不是知識分子 只是軍人 當時的知識分子是很多學生是要上街要掌握石去打仗 傳聞就是抗日 是的 但是當時抗日的能力是不夠的 而且他如果再訓練久一點 訓練多一點時間 精兵多一點外國援助 然後再去打日本 更加有把握 這個在歷史上很多長將都是 你如果打拖延還反為贏 你打速戰速決就輸 所以對付日本應該是要拖延戰術 就不應該速戰速決去打 中國那時候未進入現代化 即是說日本人很興奮地三月亡華 但是中國 為什麼呢 它不是像現在那樣四通八達的 這些交通 你入到泥 根本好像入到泥沖 你是出不回去 你是一種泥足深陷 即是很難打的 如果你拖延去打 是啊 到現在什麼 現在那個 即是說 中共都改口 即是說 以前曾經說 抗日 國民黨沒有抗日 抗日是我們共產黨功勞 這些傻人 即是說 即是說 共產黨只有幾千人 即是說五千里長征之後 他的長征 五千里逃亡之後 只有幾千人 怎麼抗日 根本是 沒有把握 黑衣隊 沒有抗日 那麼 蔣介石呢 可以是民族英雄的 可以贊成的 即是說 領導一個抗戰成功 不過其實蔣介石呢 就是 好像 我個人覺得 好像中國的拿破崙 那樣 他呢 就是可以是英雄 但是他本身呢 來講呢 就是 如果這個 他 因為最大的敗 即是他 其實很獨裁的 他就 即是沒有走到這個民主 為什麼呢 當然不能夠用現代所謂的民主要求他 因為時代又不同 地域又不同 但即是說孫中山死了之後呢 他就所謂還政於國民大會 他想著是這樣的 他的遺囑 政權 歸所謂 這個 黨政軍 蔣介石是軍 環國軍校 政權 就是汪精偉 黨就是 湖漢民 但是蔣介石 那種軍權呢 就是 排斥異己 驅逐了那個 汪精偉 驅逐了湖漢民 就是獨攬大權呢 就變成一個 一個好像一個 一個 一個獨裁者 形態出現 所以他始終 始終沒有放到權 到後來所謂 贏了日本之後 可能是行憲 行憲他都是做給美國人看 逼著他所謂 行憲 他始終 就是 有一些 台灣的那些 學者批評他 他說 獨裁 他就 就 就 就不夠資格 但是民主 他又不夠雅亮 就是這樣說 一個比較 比較奇怪的人 但是 就是這樣說 但是整體來說 如果你說他和毛澤東比較 他那個 破壞性 和公式 始終是比毛澤東 如果是瑜伽 誰是瑜伽呢 蔣介石都不是瑜伽 蔣介石 也不是瑜伽 蔣介石 那些多些 就是曾國凡 那些 那些是瑜伽 就是 猶如鑫發 那些瑜伽 你這樣評價 蔣介石 那 他是一種瑜伽 這個 台大的季節 就是哲學系 石士生 他說 因為有很多共產黨 近千個共產黨 去了台灣 所以 搞了很多 活動 令到 蔣介石 是沒有辦法不出兵 在 一個叫做 九二八 二八 二八 不是 這個有些 有些失誤 如果是這樣說 因為二八 就算現在民進黨 其實不關了佳石事 是當時 一個軍閥叫做陳儀 去到那裡 他沒有民進黨 他自己出兵的 就算現在民進黨的資料 都是不關蔣介石的 很多人都是歸咎於蔣介石 說他不應該這樣 是當時不是蔣介石 是暗過頭的 是陳儀 他自己的意思 就是出兵 就算 你看民進黨 他不會貪乎蔣介石 都是這樣說的 這些資料 還有蔣介石 被人批評 就是他搞白色恐怖 這個白色恐怖 就是因為 這個季節跟他辯護 就是因為很多共產黨進來了 他搞白色恐怖 就是要抓共產黨 事實上 在大陸那裡 有一個紀念 就是有800多人 是被台灣間諜被捕而死 立了紀念碑 就是說共產黨 都承認是有 800多人在台灣做間諜而被殺 所以這個白色恐怖 來批評蔣介石 也都不恰當 白色恐怖 這個可以有什麼 但是他 歷史上一見 他借助了這個所謂 動員陷亂時期 本來中華民國憲法 是五權分立的 總統是不可以 直接下行政命令的 就是要有監察的 他借助了所謂的 動員陷亂時期 將他的總統權務陷擴大 就是 其實在台灣來說 就是一種開明獨裁 就是開明的獨裁制 但是這樣說 就是說 就是說在台灣 比如他和他的兒子 十大建設 都不錯的 就是 他可以說 在民主上 怎樣說呢 可以說 一個形式上的民主 就是一個 一個 所謂 選舉 不是假選舉 所以 為了這個 由他兒子 放權 鋪路 到達了 所謂的 全民政治 還有一個問題 美國是有壓力給他的 就是這樣說 因為他是 當時是以民主國家自居 這樣就親美 美國不停給他壓力 啊 你不行啊 這樣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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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一個責任 令到蔣雅錫失敗 因為美國 停止 因為 這個有相確的 軍事 我明白你說什麼 這個有相確的 因為為什麼呢 就是美國為什麼 再不支持他呢 因為他 什麼的 就是說 當時馬亞瑟將軍 不是 當時那個叫做 不是馬亞瑟 那個叫做 是史迪威將軍來到 看他國民黨 他說 實在說 就是太過腐敗了 就是這樣說 他說 你 就是說 如果他繼續支持他 這個人是必敗的 就是這樣 所以就 撤走了 但是 也有個說法 說他當時以為 蔣雅錫失敗 但是其實 蔣雅錫是贏著的 他就看差了 蔣雅錫是贏著的 如果不是張學良那個事件 他以為蔣雅錫輸 不是 因為 他自己評價 他這樣 為什麼呢 那個後期 國共戰爭 我說一下 後期國共戰爭 不是前期抗日那個 就是這樣說 還有 如果當時的國民黨事實 那些兵是不能打的 為什麼呢 因為當時不是精兵 是沒有兵 那些兵 為什麼不夠中共打呢 那些兵是沒有回來的 為什麼 所以很多人 那些不當兵 那些務兵 就是聘請地貓流氓 那些 你說是國共內戰那時候 是嗎 國共內戰那時候 所以他所謂25000里長征 他五次圍繞共產黨 都圍繞不到 最後為什麼呢 他其實 以一敵 以十敵一 他都是失敗的 那些兵是不能打的 最後為什麼呢 他是用那個碁堡政策 請英美那些 就是說那些參謀 用最新的碁堡戰術 最後呢 他不是仗仗都打不補 譬如白崇禧和林彪那個 五次圍繞 五次圍繞共產黨 是圍繞不到的 最後是請外國人幫他 他才能搞得到 那 那 好 繼續講回香港的問題 但是 為什麼會提到這裡呢 因為 講到毛澤東是和孔子一樣 那我就會想到 為什麼他會有這樣的想法呢 所以我們在中國文化裡 都要做一些功夫 分清楚 他用什麼理由 用什麼想法 會能夠說到他是姓哲 就是 真的很奇怪 這些是無恥的文人 你拆鞋 逢是 王也是哲 本來 就是說 王要去學哲 但是 中國上面就是 逢是登了王 他自然是成哲 不用收的 就是成哲 聖君 聖上 但是我們為什麼會這麼重視這些謊言呢 因為 因為共產黨就是產生謊言 譬如 我要講蔣介石 因為共產黨就是 就是 說台灣不行 蔣介石不行 所以 共產黨就是說 很多人都不行 而且 說到自己 是樣樣都行 就是說 他那個謊言 是很大效用的 因為在我來說 我也覺得蔣介石 無能 無用 我也是 聽了這個季節 為蔣介石 辯護 我才想想 蔣介石不是那麼無能 如果我們單方面 因為現在大陸 那裏都是 資訊封鎖的 他是娛樂所有人 然後操控所有資訊 然後 就要 所有人都聽他 他一個人說 他講什麼都可以 那麼我們怎麼應付呢 如果是我們這個 在香港來講 我們就要好好的訓練 我們的思維 我們的思考方式 不要那麼淺陋 還有那個網絡自由 都很重要 所以現在網絡23條 這些人有反對的 就是這個網絡23條 但是香港人 太不醒覺了 只是 現在在香港來講 真是活躍起來的 動員起來的 有沒有十分一 我想都沒有 大部分人都是 不要想那麼多了 我自己去做工作 找到吃 找到錢就可以了 香港人 就比較淺薄 如果 就是說 現在經濟相對 比董建華前好一點 所以沒有那麼多人 就是反政府 到經濟回落了 那麼多人 就是反政府 所以 所以 有一句話 有時候 做很多事情 其實都不是沒有用 有人說 雨傘運動沒有用 怎麼沒有用 因為叫做 落紅不是 有句說話 落紅不是無情物 化作春泥更糊花 有時候 是看個時機 就像辛亥革命 就是 你專門去做 十次革命都不成功 有一次 到時機到 一舉成功 就是這樣 所以 香港的經濟差一點 很多人是反政府 就像延總建華一樣 有時候 有百萬人出來示威抗議 下台 但是如果我們香港市民 不積極一點 多一點反應 要讓到 真的成為一個事情 剛才出來的時候 那個災難性就大了 沒有辦法的 好像 那個 那個 就是說 莊瑞的人 你永遠沒有說 令他醒 還有 以前 郭副宣中山 都說 人分三等 這個當然不是階級 他講政治的醒覺度 先知先覺後知後覺 不知不覺 大部分都不知不覺 就是 就是說 一般香港人 就是平面人 就是 雖然之 有很多 有很多偽民心態 神民心態 一吃 不要管誰做皇帝也好 那些農民心態 尤其是在香港的一般 那些碑下階層 他說 他很信任政府 他說 不要搞事 那我們就可以工作 就有錢 但是他不是想到 他現在工作已經十幾小時了 是啊 但是他也是生活著 可以戶口 是啊 最近 你看 就是說 Facebook 這樣說 11百的汽水罐 才可以買到一個菠蘿包 是啊 很多人 我推著一輛車很勞苦 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 都不是正常人的生活 但是我們為什麼不可以要求 有個八小時工作 鬼咩 現在這樣的議會 還有自由黨那班 到現在標準工時都不肯立法 最低公司立法 標準工時都不肯立法 整個香港應該是天堂的 但是現在變成學生要為考試忙碌 是要這樣考試 是要這樣考試 天天很多學生都是12點 1點才行 工人 我們這些做工的人 做十幾個小時 為了些什麼呢 為了層樓 然後 工完層樓又要去維修 然後又要交很多費 現在又要加垃圾費 但是去到財政預算案那時候 他說要縮減政府開支 縮減政府開支就是民生開支 省了些錢就去做大白象工程 大白象工程 算了我最多給你一些錢 但是大白象工程是破壞環境 你整個人工島 那些莊柱要重新再做過 又浪費人力 又死了很多人 又破壞環境 你每一個工程都是破壞環境 勞問商財 你跟秦始皇有什麼不同呢 所以就叫做特需政府 政府是善財難捨 冤枉禁心的 大白象工程 還有那些恐怖 那個墨西九那些 哇 他可以什麼 一地兩檢那些 可以有一個地區 可以行內地法律 那些街坊軍都住在那裏 隨時現在就說 跨境拘捕人 到時你有什麼事 拘捕了你洗狗 那就行了 還有一件事 我看一下 那些反對 即民建聯那些 那怎樣批評那些暴徒 說那些暴徒不勇敢 說那些暴徒禽獸不如 誰是禽獸不如 他是否在說自己呢 你在那裡壓迫人 令到別人要上街 然後說別人沒有禮貌 你為什麼不自己反省一下 只是把責任推給那些市民 所以這個叫民建聯罪無恥 然後他用道德來指罵那些暴徒 道德是應該要求自己的 不是要求人 道德 你搞錯了 道德本身是要求自己的收養 要求人家有道德 而自己沒有道德 這是更大的不道德 你自己在立法會上霸了 立法會的權 然後有很多都是 你有委任的 然後自動當選的 你的發聲權在你那裡 然後市民無法發聲 那唯有暴亂 然後你叫別人 很有禮貌地跟你說 很有禮貌地跟你說了很久 幾十年了已經 你有沒有採過的人 沒有 好像我們剛才說 那些和平、理性、非暴力 那你不採就越來越暴力 那你不採就越來越暴力 然後你說人家暴力是不對 那你反過來 你給立法權的市民 然後你去 現在那些議員說 那些年輕人激進 那些年輕人怎麼說 他說 我們經常很辛苦 和這個溝通 那個溝通 但是完全 那些人當我是死的 沒有回應 那就要用一些 比較一些出位的手段 要讓人注意 傳媒注意 唯有這樣 現在對付這個政府 不是這樣 怎樣 就是這樣 你又要出23條 又不讓人說 網上也不能說 電視又不讓人看 然後電視台只有一個 我們希望大家市民 醒覺起來 為了我們香港的前途 努力 不要誤聽那些道德的判詞 那些是假道德 也不需要理他 那些道德是還給他 要他自己遵守的 應該是 有一些個人的想法 和大家分享 今年年初一的旺角事件 被梁振英定性為 旺角暴動 被中央定為 暴力分離主義運動 罪名嚴重 有評論人士認為 年初一的事 可能是香港政府 所設的一個局 有政治目的 例如 為23條立法 市民和警察都被擺上桌 成為工具 很明顯 今天香港的議會抗爭 絕對不是和一些紳士作抗爭 而是和一些 善於使用謊言 做局的政棍對譯 溫文的楊岳橋 似乎是沒有與邪惡政權 作背水一戰的心理準備 即使他能夠進入議會 我們可以預測 他對推進香港民主 不會產生任何變化 相反 梁千奇是一個新生力量的代表 面對強大警察的暴力 臨危不亂 對抗爭 有論述 有行動 如果能讓他進入議會 一定會為推進香港民主 擺脫邪惡政權 揭開一個新的局面 為一個新的開始 我們願意懇請大家 投六號梁千奇一票 希望大家 新年快樂 香港市民都能夠愉快 開心地度過 然後消除專制獨裁 令到香港有民主